好,所以接下来我打算 利用这个时间驱动来做一点会动的东西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设计掉 我们开一颗新的 这个叫GAME 然后这个呢 以电动而言,四双拉一点的分架 好,那我们呢,就拉个东西进来 拉什么呢? 各位看这里有一个东西叫Picture Bus 就是图画框 这个Picture Bus呢,我们把它设定一下 Image这里设定一下 OK,那它说 资源档还是费入,没有费入的方式 然后呢,这里我已经放了一个info1的点片 你可以去网路上找一些图片来用 每个人可能找的不一样 如果你这个东西要拿出去发行 你找的图片,就必须要找合法授权 那我这个 这个现在只是示范 我就随便找一张 OK 找一张,这个图片 那我再找一张好了 再放个picture bus 那刚刚那个是太空大战 我们就幽浮大战 那就这里 再放个picture bus 先不要放,先放一个就好 先放一个 好,这一个 那这里叫picture bus 我觉得不太好 就picture bus u for one picture bus u for one picture bus u for ok 那这里呢 这个u for 这个u for 我们要拿来做什么 我现在如果 这样 ok 他只不会动 他肯定不会动 但是呢 我能不能 让他动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 我加个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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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他动 加个timer 好,这样子呢 我们有了个timer 可惜我现在加timer 他还是不会动 对不对 因为 因为 我没有把他关联起来 我必须要关联起来 那怎么关联呢 第一个 我一开始就让他enable 一开始就让他enable 第二个呢 我要写这个事件 写这个事件做什么呢 我让刚刚的picture bus 抱歉 picture bus u for 点 编和 这个每一个物件 几乎都有他的位置 位置叫left left就是左边 然后 另外一个叫top 跟上端 那我让他的left 加等于5 每次tick的时候 就让他加5 那这样我们把它enable 升起来 好,执行一下 你要看到他动了 OK 但这样动呢 会有点怪怪的 他就出去了 OK 他不会再会了 所以呢 你这样动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说 OK 那我什么时候动出去 OK 那如果碰到墙壁的时候怎么办 有些是反弹 对不对 好 那我不一定要横着动啊 我也可以这样动 斜着动 我都是动 斜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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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动动动 他还是出去 对啊 就没回来了 所以呢 嗯 我们可能要看说 一副 feature as you for 点 left 如果 如果 我先用减好了 先用减 比较容易 如果小于0 会怎么样 如果小于0 那我 aeration 就要反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一个 这一个 两个数字 一个是 ds 一个是 dy 有点像维基分认 那 一开始 dx 设成是 护5 dy 设成是 护5 OK 所以 我这边呢 就加 dx 所以就加 dy ok 那 如果他小于0的时候呢 我就让dx 等于 负1 等于dx 反向 那 如果 如果 点tab 也小于0的时候 那 我一样 我就让dx dy 等于负1 成为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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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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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你就要知道視窗多大 那視窗到底多大呢 好像也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你的表單多大 裡面的參數 這裡 viphone裡面 其實它也有 也有 late 之類的這種東西 我們直接寫 直接寫 我想知道視窗多大 form 直接用lis lis現在就是那個form 那lis裡面有什麼呢 lis裡面有height height 高度 但是我不確定這個高度 是不是 就是裡面的高度 還是全部的高度 所以暫時拿來用好了 所以如果 diflu dis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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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反彈 試試看 我也不確定 要是這時候拉四床會怎樣 他還是會知道 這時候拉四床還是可以 但是不太準 因為他的四床是連上面這一塊 所以他的位置是指連上面這一塊 連邊邊的 所以他不是很準 大概可以了吧 大概可以 他會稍微掉下去一點點 又爬上來 所以你就能利用這個東西來做電動 看你要做剛剛那種乒乓球的遊戲或什麼 其實你可以做 這樣看來是有點慢對不對 慢怎麼辦 一個是調距離 一個是調時間 距離大的話就會動得快 他調時間 時間現在我們其實是 這一個版本 是設定一法 如果你設定十的話 他應該就會快多了 這樣 看起來比較碎一點 但是看不太清楚 那設定十的話 應該是 預計每秒移動100次 所以OK 如果我調整部 把 譬如說這個部 改成十 是 那而且我其實不需要用負了 因為我既然已經做好 做好另外一邊的反彈 我就不需要用負了 那就這樣 有殘疑 OK 那你可不可以用這個來做 譬如說打磚塊 可以啊 只是你要布局磚塊 磚塊有多個 你就要用程式的方式去產生磚塊 然後再去處理 所以大致上這樣 各位先試試看 做一個類似這樣的東西 好 那這個就是電動的基礎 好 那這個就是電動的基礎 好 好